苏世落难被贬他乡 危难之际 一位女子毅然选择追随他 冤父贬折之地 那么这个为爱坚守的女子究竟是谁呢 诗歌爱情之天涯何处无芳草 老年苏世试图遭受重大挫折 他即将被变千里之外的荒蛮之地 当这场人生的巨大灾难已然来临的时候 有一个人坚定的选择陪伴着他随他远行 这个人就是王昭云 在苏世的妻妾中 王昭云地位较为低下 只是个普通的侍妾 按理说 他完全可以像苏世其他的侍妾一样 在丈夫落难的时候 明智地选择远离他 以求自保 然而王昭云却选择了一条 在他人看来很傻的路 毅然决定追随苏世 远赴被贬之地 同甘苦共患难 王昭云对爱情的坚守 赢得了夫君苏世浓浓的爱 于是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词 从他的鼻端流出 那么在苏世与王昭云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爱情经历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带您走进动人心魄的爱情世界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爱情第三集 天涯何处无芳草 在广东惠州的东兴桥文笔塔后面啊 有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楼 红墙绿瓦 也印在郁郁葱葱的绿色当中呢 还颇为别致 这就是后来被誉为 广东六大名楼之一的河江楼 在公元1094年 也就是北宋的邵盛元年十月份 一位当时最伟大的文学家 经过长途跋涉之后 终于来到这里 并且呢 就暂时居住在河江楼里面 这位文学家就是苏世 河江楼在惠州呢 大概相当于当时的市政府宾馆 规格呢 还比较高 而陪伴苏世来到惠州的 有他最美丽的妻子王昭云 和他的三儿子苏过 这一年啊 苏世59岁 在第二年的深秋 也就是1095年 虽然惠州的气候比较温暖 但是这个时候落叶消香而下 还是有一派深秋的萧瑟的景象 这种景致呢 就不免勾引起了 大文豪苏世的一种悲秋的情绪 有一天在院子里面 闲坐 王昭云呢 陪在苏世的身边 两人一会儿闲聊 一会儿相视一笑 在深秋的寒冷当中 这一幕场景啊 还是很能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 这个时候苏世就对王昭云说了 诶 昭云啊 来到惠州之后 我们好久都没有听你唱过歌了 你不是最喜欢唱我的蝶脸花吗 那今天你就为我唱一曲 花褪残红 亲信笑吧 昭云呢 欣然应允 等他酝酿好情绪 准备转喉歌唱的时候 结果歌词还没有唱出来 他的眼泪潸然而下 苏世特别奇怪 昭云一向最喜欢唱自己的词 那今天为什么还没开始唱 就显得那么伤心呢 他就问 昭云 你怎么了 昭云默默地抽气了好一会儿 才低声地回答 他说 奴所不能歌者 是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两句 苏世听了开始还是一愣 继而呢 爽朗的一笑 他就拍拍昭云的肩膀说 哎 是我正在悲秋啊 没想到反而把你伤春的情绪 给引出来了 昭云他想唱 而没有唱出来的这首 苏世的蝶蝶花 词其实是这样写的 花褪残红 清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 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 无芳草 墙里秋天 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 家人笑 笑见不闻 深见桥 多情却背 无情脑 这是苏世最有名的词作之一 其中有一句啊 天涯何处 无芳草 还成了表达爱情的经典名句 我们什么时候最常能够听到这句词呢 往往是在安慰失恋的人 一般会对失恋的人 他很伤心啊 就会对他说 哎呀 天涯何处 无芳草 你何必苦苦爱着一个不爱你的人呢 这样听上去啊 我们会觉得 哎呀 天涯何处 无芳草 好像是 很豁达 很乐观 很洒脱的句子 但是问题就来了 既然是乐观豁达之词 为什么赵云一想起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 无芳草 会伤心的泪流满面 尽至于唱不下去呢 我想呀 这就要说到 苏氏是在什么情况下 写下这首蝶脸花 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想听赵云唱这首蝶脸花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了解一下 苏氏和王昭云 为什么会来到惠州 那么苏氏来到惠州 绝对不是因为休闲 度假 旅游 去欣赏祖国的大好风光 来到惠州的 恰恰相反 他是作为一届罪臣 被贬折到惠州的 这个时候 苏氏虽然头上还有一顶帽子 有个官衔 宁远君节度赴使 惠州安治 但事实上呢 他没有任何的实际权利 那么问题又来了 苏氏是为什么会被贬到惠州的 这个事情啊 还得追溯到 宋哲宗的亲政 1085年 宋神宗驾崩 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赵旭即位 这就是后来的宋哲宗 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亲政啊 所以朝政大权呢 实际是掌握在宋神宗的母亲 也就是宋哲宗的奶奶 太皇太后高氏首领 高太后呢 一直特别反对自己的儿子宋神宗 任用王安石进行 变法的改革 所以高太后一掌权 做的第一件政治的改革 就是贬斥新党 大量的启用旧党 那旧党的代表人物 像司马光啊 苏氏啊 这样一批人 之前在神宗朝是被贬斥在外的 都被高太后一一召回朝廷 唯以重职 在高太后主政的八年当中 也是司马光苏氏 他们这一门最为辉煌 最为得志的时候 苏氏呢 仕途比较顺利 他一度被升为端明殿学士 汉林士读学士 礼部尚书等职 而苏氏的弟弟啊 苏哲官位更高 高居左仆叶兼门下侍郎 也就相当于宰相之位了 但是好景不长啊 因为司马光苏氏在政令上面 一直非常倾向于高太后 可是折宗年纪虽然小 心机却很深 对于高太后的一手折体啊 一直是怀恨在心 到元佑八年 高太后去世 折宗亲政 她报仇的机会来了 送折宗亲政之后 第二年改缘为邵圣 为什么叫邵圣呢 她认为子邵复制 是她的一个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她要全面恢复 宋神宗时候的新政 这样一来 旧党又遭殃了 苏氏就被冠以 第一次先朝的罪名 别忘了 苏氏还是折宗从小的 试读老师 连老师都不能够倖免这次政治的灾难 开始呢 是被贬到广东的殷州 后来没过多久 又贬到惠州 几个月当中 一连好几道贬折令 一直到被剥夺所有的官职 彻底的头衔制散 当然 即便是被贬到惠州 当时这么荒原偏僻的地方 朝廷里面的政敌 还是没有放过对苏氏的 这种打压 所以在惠州待了两年多之后 苏氏又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的丹州 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那其次我们再来看看 苏氏来到惠州之后的处境 折宗的赵丽颖当中说 在先朝的时候 苏氏就已经是罪大恶极 论法当死 那是由于先帝的宽佑 他能够免其死罪 只是被贬折到远方 在本朝的时候 苏氏仍然是不知悔改 只赤宗庙罪大罚亲 但是仍然是宽佑了他的万死之罪 只不过是用贬折来代替了他的死刑 其实我们知道 北宋自宋太祖赵匡应开国以来 一直奉行的是众文亲武的政策 一般来说 文官不会有死罪 最大的惩罚就是贬折岭南 所以这一次苏氏被贬折岭南 在跨过江西的大榆岭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此生 都不能够在北环的思想准备 因为这一年他已经年尽花甲 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在当时的中原人的心目当中 大榆岭就相当于一道分界线 跨过大榆岭的岭南地区 无论是气候地势还是民俗 都不太适合中原人的生活习惯 可以说是万死一生的地方 所以在当时这种险恶的局势之下 苏氏呢 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可能要跟他奋斗了大半生的朝廷 要永远的隔绝了 他不愿意拖累家人 在启程奔赴惠州之前 他将绝大多数的家人呢 都安顿在了阳县 也就是今天江苏的宜兴 跟他身边随行的 只有他的三儿子 苏过和他的侍妾王朝云 而在他安顿他的这些家属的构成当中 其中也包括了 遣散他身边那些阴阴厌厌的侍妾 因为在这个时期 谁都知道去凶多吉少 一方面苏氏不愿意拖累别人 另外一方面呢 他身边的那些侍妾 也不愿意跟着他受苦 所以呢 一个一个是相继离去 苏氏也明白 他身边这些年轻美貌的侍妾 其实只是可以跟他一起 共富贵的女子 但是不可能跟他同患难 而在所有的这些侍妾当中 只有一位女子 非常坚定的选择了万里相随 这就是王朝云 苏东坡春风得意之时 身边不乏娇妻美妾 然而此时试图遭遇重大变故 他即将被点荒满之地 长途跋涉途中 可能遭遇的危险与艰辛 难以预料 而这个关键时候 在众多的妻妾中 只有王朝云 义无反顾的选择 陪在他身边 随他远行 作为在苏家地位底下 只是世界身份的王朝云 为什么此时 要甘愿冒着巨大危险 非要追随苏氏 远赴贬折地呢 但实际上 在苏氏身边的家人当中 唯有昭云 我个人以为 是最没有义务 要跟随苏氏 万里跋涉 跟着她去感受 这种贬折的苦难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 昭云不是正式夫人 在过去呢 夫人当然是义不容辞 要跟着丈夫 无论丈夫是富贵还是患难 都应该是相伴终身的 但是侍妾呢 没有这个义务 何况啊 在苏氏的所有侍妾当中 昭云还是体制最柔弱的一个 昭云是苏氏在39岁的时候 当时还在杭州任通判 他的妻子王润芝 买下了12岁的昭云 作为苏家的一名丫鬟 那几年之后呢 在王润芝的安排之下 苏氏呢 又将昭云纳为侍妾 昭云曾经为苏氏 生下过最小的儿子 叫苏顿 但是很不幸 苏顿没有满周岁 就不幸夭折了 而苏顿夭折之后 昭云因为伤心 再加上本来体质又比较柔弱 一直没有恢复到 最健康的状态 所以 昭云是没有义务 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跟随苏氏 万里贬折的 第二个原因 既然儿子已经夭折 那昭云跟苏氏之间 也没有任何的牵累 他完全可以选择自由的离开 第三个原因 被贬折惠州的时候 苏氏呢 是年进花家 而昭云才不过 刚刚三十出头 仍然是一个能格善武 风韵犹存的 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 他完全有可能选择 更为舒适 更为安全的人生 何况昭云是身在杭州 长在杭州的江南女子 他何必要去领难受苦呢 基于这三点原因 在苏氏的事切当中 昭云是没有必要 也没有义务 一定要跟随苏氏 万里贬折的 但是就是这个 没有任何义务 没有任何必要的 昭云非常坚定的 拒绝了苏氏 劝他离开的好意 一意孤行 一定要跟着苏氏一起走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原来这个昭云 并不是苏氏的正式夫人 而只是他的一个侍妾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是用妻子这个称呼 来定义 昭云和苏氏的关系的 是的 从名分上来说 昭云只是氏妾 从出生来说 昭云呢 出生寒威 嫁给苏氏之前 还只是一名歌女 后来以丫鬟的身份 被买下来 可是从情感 和苏氏的亲密的程度 以及苏氏对于昭云的 尊敬敬爱的程度来说 我个人以为 昭云在苏氏心目中的地位 丝毫不亚于苏氏的 前两位正式夫人 王福和王润芝 甚至在这三任妻子当中 原配夫人王福 济氏妇人王润芝 以及在苏氏身边陪伴了 22年的侍妾王昭云 在这三任妻子当中 苏氏写给王昭云的 诗文的数量是最多的 苏氏专门写过一首诗 诗名就叫昭云 他把昭云和自己的关系 跟前代一位著名诗人相比 谁呢 唐代诗人白居易 和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和白居易的关系非常好 相伴白居易有十多年之久 可是在后来白居易年老体病的时候 他就劝说樊素离开 尽管难舍难分 但是樊素最终还是离开了 和他情深义重的白居易 在樊素离开之后 白居易曾经充满伤感的写下过两句诗 并与乐天相伴住 春随樊子一时归 在白居易的心目当中 樊素的离开 甚至是把他生命中的春天都一起带走了 那相比白居易 苏氏认为自己实在是幸运太多了 在昭云这首诗里面 苏氏写下了 不似阳之别乐天的句子 阳之就是指樊素 樊素离开了白居易 在白居易最为孤独 最为落魄潦倒的时候 他身边没有樊素的陪伴 可是在苏氏最落魄 最潦倒 最孤独失忆的时候 他身边始终有一个 不离不弃的昭云 苏氏在《见昭云》书当中 曾经深情地写过这样的句子 是以罪责千放言方 有侍窃王昭云 一生心情万里随从 一生心情万里随从 我想是苏氏对于昭云 发自肺腑的最高评价 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才敢理直气壮地说 在苏氏的两任正式妇人 相继去世之后 只有昭云堪称苏氏 真正的妻子 在苏氏富贵得意的时候 她身边从来不缺美貌的女子 而苏氏也一度以此为荣 那个时候呢 昭云虽然也能够得到苏氏的宠爱 但并不是苏氏唯一宠爱的女子 甚至我时刻也在怀疑 苏氏也未必能够意识到 只有王昭云 可称她为 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轰颜之己 但是惠州的贬折 让苏氏充分地意识到了 昭云在她心目当中的位置 一生辛勤 万里相随 处在人生低谷的苏氏 终于明白 同富贵异 同患难难 此时只有她的昭云 才是人世间对她最好的人 万难之中 她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老天垂帘 有这样一位懂她爱她的红颜之己 不离不弃地陪伴着自己共度余生 那么王昭云 是不是真像苏氏说的那样好 告别富贵贤雅 成天面对漫无边际的贬折生活 王昭云真的能够始终无怨无悔地 陪在苏氏身边吗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来看一下 苏氏他来到惠州之后的 主要的生活状态了 两年零七个月的惠州贬折生涯 我用三个字来概括苏氏当时的处境 这三个字是穷 病 聚 先来看苏氏的穷 在贬折惠州之前 虽然苏氏的官职比较高 但他并没有多少积蓄 然后在来惠州之前 为了安顿家属啊 他还向弟弟苏哲借了不少钱 到了惠州之后 因为他已经没有官职 所以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要靠当地的朋友 或者是地方官 时不时的一些资助 有时候家里没有粮食了 有朋友到访 苏氏只能靠 轰山雨来招待朋友 来聊雨冲击 再比如说有一年冬天 家里没有酒了 然后苏氏打开米缸 想去取米酿酒 才发现米缸里面一粒米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又恰逢 有朋友到访 苏氏这才恍然醒悟 他还奇怪 为什么这些天来家里经常光顾的老鼠 现在一个都不见了 一只老鼠都没有了 原来是在他家里的老鼠 连老鼠都饿得过不下去了 纷纷离家出走了 所以当时苏氏还步步调侃地写下过一首诗 诗中还有这样两句 米进初步之 但怪奇数千 不要说人 连家里的老鼠都饿得活不下去 所以苏氏在惠州的穷 由此可见一般 再看病 因为水土不服 苏氏跟昭云来到惠州之后 其实两个人身体都不是太好 经常生病 尤其是苏氏 他来到惠州的两年多的时间 经常是长时间的卧病在床 我们都很熟悉苏氏在惠州写过的两句诗 日淡荔枝三百颗 不辞常坐 领男人 我们经常用这两句诗说 你看苏氏多么豁达 处于那样的逆境当中 他仍然能够乐观地面对生活 去感受去享受当地的美好的景致 当地的美食 而且荔枝对于中原来说 可是一个很奢侈的水果 平时很难吃到 来到惠州之后 惠州盛产荔枝 他当然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 可是我们也有一个常识 荔枝虽然好吃 但是不能多吃 为什么 荔枝容易上火 我曾经专门去请教过惠州当地的人 惠州的客家人比较多 客家话比较普遍 然后他说当地人一直流传一句俗语 叫做一颗荔枝三把火 说明荔枝特别容易上火 不能多吃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怀疑 苏氏来到惠州之后 会不会因为听不懂惠州当地的方言 错误的把一颗荔枝三把火 听成了日代荔枝三百颗呢 在现在的客家话里面 这个发音是有点相似的 结果他一放开肚子吃上火了 把他多年的老毛病痔疮给引发了 长达一百多天的时间 他只能够卧床不起 什么都不能吃 这对美食家苏氏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求医问药都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靠节食的办法 每天只能吃两顿非常淡的面条 慢慢的通过身体的调养 让自己恢复健康 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 病痛给苏氏一家带来的苦楚 也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来看剧 苏氏这一次来到惠州 是被罗知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然而苏氏在北宋的文坛和政坛上的影响 都非常之大 正所谓树大招风 即便他被贬折领难 在朝廷的政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所以他的弟子黄亭尖曾写过两句诗 说 紫瞻折领难 十载欲杀之 即便是远折惠州 这种生命的威胁还时刻如影随形 所以在惠州的阶段 苏氏即便是给好朋友的书信往来 往往都会在书信的末尾特别强调 密之 毁之 焚之 这样的字眼 也就是千叮鸣万嘱咐 让朋友看完信件之后 一定要密不试人 或者干脆把书信烧掉 毁掉 不要留下任何文字的痕迹 那这样一种恐惧的心态 这样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 让我们看到了豁达乐观的苏氏的另外一面 那可见 穷和病是苏氏在惠州的基本的生活状态 而聚呢 是他基本的心理状态 那么是不是因为穷 病 聚 苏氏在惠州的生活 就像是下到十八层地狱 一无所取呢 事实上啊 并非完全如此 我们知道苏氏呢 不是一般人 他最大的特点之一 是善于在逆境当中 运用佛家和老庄的思想 用乐观豁达的眼光 去看待人生当中 不断席卷而来的苦痛 而且凭借苏氏的这种个性 和他在当时的影响 来到惠州之后 当地的老百姓 甚至是些地方官 都对他特别的照顾 让他感受到了惠州当地的温暖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苏氏这两年多的生活 他可能比他死前的任何时候 都更能感受到爱情 带给他的温暖和力量 那这份爱情呢 就来自于一身心情 万里相随的妻子 王昭云 当然如果仅仅说是 昭云对苏氏不离不弃 非常的忠诚 我觉得还不足以说 她是苏氏的红颜知己 既然说是红颜知己 我想更多的还是一种 心和心之间的默契和理解 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 昭云是苏氏所有身边的女性 当中最为了解她的一个人 这也是苏氏视昭云为红颜知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先讲第一个故事 在苏氏还在京城做汉林学士的时候 有一天夏朝回来吃完晚饭 然后在院子里面散步 身边自然是环绕着她那些侍妾 苏氏就一边摸着这个圆滚滚的肚子 就笑着问她身边的侍妾 你们看我这肚子里装了些什么呀 然后有一个侍妾就抢着回答 先生一肚子的学问啊 苏氏摇摇头不说话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又说了 先生是满肚子的见识啊 苏氏又只是笑一笑 一直轮到昭云说话的时候 昭云只是淡淡的一笑说 学士一肚子不合十一 苏氏听了昭云的回答 忍不住哈哈大笑 说了一句话 他说知我者为昭云也 那么多的女子 只有昭云最了解苏氏的个性和她的心思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首蝶脸花词了 我们一般认为这首词 很可能是写于少盛二年的牧春时节 也就是苏氏刚到惠州的第二年春天 因为春天的消逝 再加上苏氏万里贬折的这样一种心情的萧条 所以他写了商春的这样一首词 表面上来看呢 这首词似乎又是一首 很能够表现苏氏 东坡氏豁达的一首词 你看他尽管被贬折了 可是他仍然能够怀着美好的心情 去欣赏 去享受惠州美好的春景 花蝕蝕蝕蝢 青性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春花凋零 蝕蝕蝕蝕蝕 轻轻的性子呢 已经结果了 燕子贤飞 绿水尽绕 这是非常宁静 祥和的岭南的美好春景 下去的 墙里秋千 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不知谁家品院里还时不时传来少女荡秋千 欢笑嬉闹的声音 又给宁静平和的春景增添了几分热烈 几分欢喜的气氛 在有些人看来 苏氏写的这首蝶脸话 无论是情景的描写还是诗人的情绪 似乎都充满着一种豁达的积极快乐的气氛 那么既然如此 为什么当王昭云唱进这首词的时候 内心深处会感到无比的苍凉与悲伤 甚至到了善然泪下的程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就必须说到昭云对苏氏的深深理解了 表面上看 这确实只是一首简单的描写春天美好 景色的词 可是春光虽美 春季的消逝毕竟是令人伤感的 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树枝上的柳棉 已经被风吹得越来越少 凌落殆尽了 因为柳絮的凌落意味着春天的消逝 这是这首词当中表达 商春情绪看上去最为浓重的一笔 但情绪的这种浓重不仅仅是因为春天的消逝 我们一定要联系到这可能是苏氏来到惠州的第一个春天写下的词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 枝上柳棉吹又少 绝对不仅仅是纯粹客观的描写春天的景色 而其中也蕴含了苏氏对个人绅士飘零的深切感怀 它只是表达的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那么直白而已 它在花甲之年远折岭南 又何尝不是像柳棉那样在牧春时节的诗意的飘零呢 在感叹了绅士飘零的这种悲伤情绪之后 接下来紧接着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 看是苏氏在为这种飘零诗意来豁达的去开解 因为这边的春天虽然已经消逝了 可是天涯之间何处无芳草 所以我们不必伤感啊 在别的地方仍然会有春天 仍然会有芳草 仍然会有鲜花盛开呀 这样一想 那么惠州春天的消逝 应该也不那么令人伤感了吧 这是对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一句词最通常的理解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还会用这句词 去宽慰那些失恋的人 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不必死掉在一棵树上 既然是一句 既然是一句豁达的乐观的开解之词 为什么赵云会在想到这首词的时候泪流满面呢 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对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理解有偏差 甚至是有错误 这句词非但不是豁达的排解之词 它表达的甚至是比枝上柳棉吹又少 更为深厚 更为浓重的悲情 天涯何处无芳草 是有出处有来历的 它的初点在屈原的离骚 离骚当中有这样两句 何所读无芳草稀疑 而何怀乎故语 这是屈原被流放的时候写下来的诗句 意思就是啊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既然你楚王容不下我 那么天下之大 哪里没有容我之处呢 天下之大 这里的芳草不为我开放 哪里没有我想需要的芳草呢 可是我们知道 尽管屈原说 何所读无芳草稀 而何怀乎故语 那么屈原最终有没有离开楚国呢 没有 同样 其实在这里啊 苏氏就是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屈原相提并论 他虽然飘临天涯 可是他就像屈原那一样 无论他的身体飘零在什么地方 他的心始终记在一处 他不可能像别人一样朝情暮处 他心中始终有一份非常坚定 非常忠诚的感情 昭云正是理解了苏氏跟屈原相比的 这样一份忠诚的感情 而且又联想到自己追随苏氏万里贬折 他对于苏氏的这样一份忠诚 又何尝不和苏氏对于军国的忠诚 是兴致相通的呢 苏氏的身世感怀 昭云自己的身世感怀 实在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默契 这也是苏氏愿意引昭云为之音的 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解释到这里 我们可能就明白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表面上看是一句豁达之词 乐观之词 但事实上他真正的含义两句话 任凭他弱水三千 其实我只取这一条饮 无论是富贵得意 还是贫贱失意 苏氏都不会改变 他对于军国的眷恋之情 同样道理 无论是富贵得意 还是贫贱失意 昭云都不会改变 他对苏氏的不离不弃的忠贞爱情 历尽磨难之后 苏氏不改初衷 而昭云也无怨无悔 正因为这种情绪的相通 昭云才会在想到 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时候 才会泪流满面 而苏氏也才能够深深地理解 昭云泪流满面的原因 所以苏氏才会安慰他说 是我正在悲秋 而你又在伤春了 伤春和悲秋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看来 蝶恋花就不只是一首简单的伤春词 而是苏氏和昭云来到惠州之后 对于绅士飘零的深切感怀 如果说早年的昭云 是以自己的年轻美貌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财情 赢得了苏氏的喜爱 那么漂泊岭南的昭云 他和苏氏一起承担着贫穷恐惧 疾病交加的生活 以万里相从的忠诚和体贴 他才真正赢得了苏氏的爱和敬意 并且这种亲密无间的敬爱之情 一直保持到了他们彼此生命的终点 应该说当所有的人都倾倒于苏氏那种 豁达乐观豪迈不羁的洒脱个性的时候 只有昭云深深的懂得 在豁达和乐观的背后 苏氏深深隐藏起来的苍凉和痛苦 当所有人都把苏氏当成男神来崇拜的时候 只有在昭云的眼里 苏氏才是一个有爱有恨 有苦有痛的一个男人 昭云读懂了苏氏 也只有昭云才能够读懂苏氏 不幸的是 在这个蝶恋花的故事发生之后不久 昭云因为体质虚弱 来到惠州呢染上了十亿 少盛三年七月五日 昭云永远的离开了他 挚爱一生 追随一生的丈夫 苏氏 而苏氏呢也永远的失去了他最后一位妻子 昭云去世之后啊 苏氏终身不再听 蝶恋花词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成了此后 苏氏心里永恒的痛 昭云末后啊 苏氏为这位最心爱的女子亲自提写了慕之名 还写过很多诗词 缅怀他 悼念他 他曾经写过一首《西江月梅花词》 将昭云冰清玉节的个性 一代来到惠州的文人莫克 历朝历代的美女那么多 作为一个小小的侍妾 却能够名垂青史 我想万里相从 不离不弃的忠诚 同壁相连 知音相惜的深情 正是昭云能够获得苏氏敬爱之情的主要原因 也是诠释昭云崇拜现象的主要原因